这只猫已经彻底封了 看看它把人给毁的地毯 垃圾桶全给掏出来了 天呐 蒸鸡蛋糕准备好了 15分钟应该差不多了 做点咖啡 你没事你把那垃圾桶给打翻了它干嘛呀 是不是昨晚上你干的呀 那垃圾都一地 还是得我给重新再扫一遍 你弄它干嘛 嘿 跟你说话了 你弄它干嘛 别装乌乌 是不是你干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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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暂时还是没主当 这不是太阳了吧 那天转热 没有 selecting 一 Myers 你肯定线 噢 檐 轻家 拜拜 有朋友在其他平台上分享 说这两天在卡尔加里发生这种突发情况 连续追尾 幸亏他采取了及时刹车的措施 然后避免了一个追尾 但是后面的车全都转一块了 他幸免遇难 然后我看底下很多人评论 说现在卡尔加里很多这些红脖子 开皮卡的这些白人 还有这些各种乱窜 各种不遵守交规 然后乱按喇叭的这种情况 我看完这些我就想笑了 为什么 因为对于我来说 已经见怪不怪了 作为一个之前卡尔加里的公交公司的司机 这些这些现象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具有发言权的了 我我觉得这种情况只能越来越恶化 而且很多朋友实际上是从其他的省搬过来的 包括温哥华 包括敦多 其实那边开车也很猛了 但是这边是属于猛 再加上不要命 所以我不觉得奇怪 我不想说把我的自己的身心的健康最后都搭在这份工作上 然后让自己每天都非常的焦虑 所以我离开了 这也是我离开原因 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很愤怒 很无助 我十分理解 我十分理解 然后我给那个人留言了 我底下留了好几条 就是卡尔加里的这种因为疫情之后来了很多外甥的人 来了很多难民 直线拉低了在这边开车的这种这种开车习惯 以前那种礼貌的白手啊 或者是大家那个开车很有秩序 那种那种场景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完全不存在 我15年搬来的时候 大家非常有礼貌 非常的守秩序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完全不存在了 昨天我另外一个粉丝 跟我说 他现在是跟老婆孩子在美国 然后在陪读 跟我说 说他现在 在那边看到了真正在那边的华人的情况 很令他吃惊 他之前在马来西亚 然后后来现在去了美国 应该是在洛杉矶或者尔湾那边 中国人最多的那个区域 他说他们那个群里边 基本上都是北京人 因为我们都是北京人嘛 然后我们聊了一些东西就比较比较直接 他跟我讲说 没想到那个群里边 大部分北京人都在那开大卡车 有一部分是做别的工作的 跟我说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在开大卡车 这个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 很多人在群里边说的东西 他真的想回怼两句 想回怼什么呢 是因为有的人在里边说 说哎呦 把北京形容的 把中国形容的已经不行了 已经要垮了 经济要崩盘了 明天就要出大事了 没有一天 没有一天不唱衰的 在反观这些人的实际情况 我这个朋友跟我讲的啊 这些人开大卡车 一个月平均税后3000到3500美金 跟别人合租 跟几个人合租一个房子 一个人的房租开销是800到1000块 最后剩多少钱 大家自己算了 对吧 一个月之内 连正经的中餐都吃不了几顿 不敢瞎管吧 因为美国那边的消费 尤其是加州也非常非常的昂贵 每天就是吃点薯条汉堡 吃点那些白人食 然后每天在唱衰 他跟我说 那些人为什么不想在国内 在北京做这些 他们认为没有面子的工作 很丢人的工作 恐怕连我这种当公交司机的 他们也觉得很丢人 因为在北京他拉不下这脸来 怕认识人看见他们 他们觉得这个是很低三下四的工作 丢人 但是来美国之后没人认识他们 所以呢 他们就敢拉下脸 他们就可以拉下这脸去干这种工作 卡车司机 装修 然后仓库搬运 然后每天还在唱衰 每天还说北京真不行 那么不行 北京已经不行了 太乱了 北京的经济非常的差 到处萧条 我们俩聊着聊着 我们俩都自己都在笑 北京的经济差 国内经济差 这边经济不差吗 这边不萧条吗 这边失业率还能统计的出来吗 这边治安已经乱成什么样了 咱们都拿事实说话 然后这些人就还觉得过得很好 过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觉得在这边 很长脸 他们在办护照的时候 或者是办绿卡的时候 不能回国 几年之内是不能回国的 那也好 那也一定是好 这个还是我们北京人 可笑不可笑吧 他跟我说 在美国分三类人 一类是就是我们北京话叫特别鼠妹 就是这人特别缺心眼 就这个意思 就是自己明明 其实已经是过得不怎么样 或者很窘迫 或者是很挣扎 然后呢 他回不去国内 所以他没有办法 只能把国外 把西方形容的特别的好 然后以此来证明 他当年的决定 是多么的英明 多么的正确 然后来拉平 现在在这边的这种不平衡 和极度的失落 和这种 这种不平衡感 因为他觉得 在这边 他很好 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 就是拉平这种落差 拉平这种落差 他以此来拉平这种落差 第二种人呢 就是人家是已经拿到绿卡 然后语言也没问题 然后在美国混得也非常好 生活也都不如正轨了 所以呢 这些人跟刚才我说的那些没有身份 正在拿身份的路上的这些人 不一块玩 玩不到一块 第三种人就是 人家在国内拿到了美国的身份 然后来美国登陆 然后人家在国内待半年 在美国待半年 人家不差钱 人家可能在国内还有很多的生意 两边飞 逍遥自在 那叫一个惬意 这种人跟前两种人也不一起玩 其实这三种人在加拿大 也都存在 这三种人在这边 在我的身边 我都接触过 我并不奇怪 所以能最终拿到身份 然后两边飞的 非常惬意的 有正经的现金流的 在国内有一滩生意 需要打理 两边飞 两边都体验的人 那个是顶峰 那个人家可能已经达到了财务自由 还有一种 他跟我说 他现在正是在那租房 然后他把他其中两间房租给了一个 大连那边过来的一个哥们 这哥们他说他是走过来的 我说怎么还有啊 他说很多 他说这哥们来了之后 的情况 他了解之后 其实跟大家想象不一样 就是说你现在走过来 很多人 也不是说像我们想象那种特别窘迫 你走过来 你也得有点经济实力 有点经济基础 你走过来你这这趟活你不得花钱吗 你不得手里有个几万美金吗 说他老公 就这一趟 晕厥了多少次 险些把命都丢了 结果捞了条命回来 带着他们老婆孩子 最后终于抵达了 所谓的自由灯塔 这个真的是九死一生 像这样的人 他跟我说 基本上这 这几年之内是不可能回国的了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我听完了之后 我都觉得 这些人图什么呢 图什么呢 国内真的没有活口了吗 没有活路了吗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如果说国内都没有了 那国外你在美国 你干餐馆 干装修 仓库搬运 你这些最脏最累 最伤身体的活 你都能干得来 你在国内你干不来 是你挣美金 我知道 但是你挣美金 你花的不是也是美金吗 你交的税也不是美金吗 是不是 挣美金花美金 一分钱你都别想拿走 以前我还想象着 美国的税 美国的消费 或许比加拿大低很多 低 只是低一点点 我看了很多平台的介绍 很多人在聊这些东西 美国确实是比加拿大 要便宜一点 但不多 真的不多 以加州为例 其实它的综合的消费的水平 通货膨胀 和卡尔加里 不相上下 房价 房租 不相上下 甚至已经超过和等于温哥华的水平 那图什么呢 就图汇率 那你拿不走啊 关键是你是挣美金花美金啊 你要是说 挣美金 然后你花人民币 那你肯定特别爽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 就这个桥啊 这个桥的施工 扩宽桥面 然后重新铺利清 两边的基础的这些架构 重新加固 就这个工程 从我搬的这个小区 到现在 快三年的时间了 就这点东西到现在没能完 这就是加拿大的效率 有朋友说 你聊聊加拿大的好的地方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 真的很难回答 就这效率 就修这么一个桥 还不是说把整个桥给弄完了 拆掉或者重新修一遍 它不是 你比如说 我们家以前北京市中心的 二环里的桥 不管三元桥是西纯桥 当天晚上修 连夜赶工 连夜铺利清 连夜加固结构 一晚上干完 而且是主体桥面 主体路段的 这种施工 几乎是24小时内结束 这个它能给你干三个月 不是三年 这效率差哪去了 而且这个可是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结构的 这个就是执行 东西双向 双向一共是六车道 这是四车道 东西双向四车道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路段 三年没能完 期间有很长时间 这块的工程车工人全部撤掉 不知道是资金链断了 还是说因为什么情况 还是说施工材料没有了 就完全停了 就这么拖拖拉拉拖泥带水 三年的时间 国内24小时结束 还用我在说吗 还用我在对比吗 能在路上横冲直撞 不顾一切法律约束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皮卡 都是这种红脖子开这种大皮卡 全是这样的 无一例外 那位朋友是问了 说你谈一谈加拿大好的地方 我想了 我真的 我只能唯一想的一条 就是这边自然环境比较好 没了 以前十几年前 在多伦多的时候 我还能说出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大家比较规矩 比较有礼貌 但是直根于主流社会的这种 叫 Systemic Racism Systemic Racism 就是这种系统化的 系统性的 社会性的歧视 是始终始终存在的 这个不代表说 白人的素质高与低 是说这种系统化的 这种主流的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东西 是始终存在的 其实有些种族主义者 他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 跟这个没关系 他只是比较反感出他这个种族以外的 出白人以外的其他的种族 有些种族主义者其实人是没有问题的 你敢相信吗 对吧 就就说刚才那个朋友问我那个问题 我那个粉丝问我说 你能不能说说这边好 我唯一能想到就是说这边自然环境好 当然这边自然环境好 不是政府努力的结果 是由于人少 人少 他就不会那么乱 不会那么 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污染和垃圾 但是实际上加拿大现在的污染和垃圾 已经非常多了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数据 每年到了夏天 这边山火有多么的频繁 现在已经开始了 在加在卡尔加里北部埃德蒙顿 还有西边的那个山区里边 已经开始有山火了 这才刚刚四月份 还没到真正的夏天 然后河流的污染 北部油沙矿造成的河流的永久性的污染 昨天我看到一个段子说是阿萨巴斯卡 River 北部的油沙矿旁边的那个巨大的那个阿萨巴斯卡 River 旁边有一个湖 现在完全干枯了 完全干枯了 人少 相对来说污染就少 但是这并不是政府的功劳 因为加拿大除了美加边境一线的这些土 这些城市 这些城市带以外 往北是不可以居住人的 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就是因为气候太寒冷了 所以我真的说不出来说这边的好 自然环境好 外加还得有山火 食品安全 别跟我聊 医疗 别聊 教育 别聊 前两天我发的那个香蕉的视频 食品安全 那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例证 还有人在网上发的 说在沃尔玛或者是这边的superstore 买的那种冰淇淋 拿出来24小时了 最后 最后还没化干净 还是那种胶状物 那个胶状物是什么 那些卡吹加吹 没事老说这边食品安全非常好 比过那好一万倍 拿事实说话 胶状物是什么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儿 不聊了 不聊了 聊多了上头 感谢大家 然后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 22 hours now I set this out yesterday at 6 or 7 p.m. and it's now 423 p.m. the next day and this is the outcome I mean if you watched my previous video you'll see how after about two hours the ice cream didn't melt at all i mean pir supp readers